歡迎我們整集幫您 全民性攻略 敵人變成朋友 會比朋友更可靠 但朋友變成敵人 會比敵人更危險 今晚上有三組同行 亦敵亦友的搭檔 究竟在這場的大會考當中 他們會展現絕佳的默契 還是即將反目成仇呢 歡迎三大戰隊 好了 來介紹第一組 演藝世家 新勢力 徐欣揚以及動靜介意的小王子 徐毛俊 都姓徐 那麼巧 當然是 第二組是專業的美女主播黨 曾仲威 李嘉玲 歡迎兩位 好 第三組是舞台劇的好隊友 誘人康康 歡迎兩位 今天要來宣傳的是新的舞台劇 單身租隊友二 因為我們之前有演過第一集 這次是續集 一起租房子的幾個好朋友 沒錯 單身的好朋友們 單身好朋友 對 是一個喜劇 然後就在想現代有非常多的人 就是可能三四十歲 還是一起住在一起 然後可是大家關係像家人一樣 發生各種就是荒謬的各種事情 對 原班人馬啊 特別還有哪些人 LuLu 黃鹿紫茵 黃鹿紫茵 對 然後還有 King 龍爺 然後康康 這是我 那個修讀修太多了 對 對不好意思 我先遮起來了 這樣子 還有我車這邊 什麼時候演出 介紹一下 好 我們在五月六號八號 在新北藝文中心 然後二本阿道二九 在台中的中山堂 是的 我們單身組隊員 加油 好 謝謝 來 福袋時間 誰來今天我們今天答題順序咧 娛樂新聞人物大考驗 來 你們誰講 誰猜 觀察一下 好 沒關係 我那樣的 好 我來 好 準備 計時開始 男的女的 是和不是 男生 不是 不是 女生 台灣的 是 是台灣的 是 不是 歌手 是 是歌手 是 年輕一代嗎 不是 不是年輕一代 資深 三個字嗎 是 三個字 好多人喔 快 再鎖 再鎖 法語歌 是 唱的法語歌 OK 一定跟最近有關係嘛 跟最近有關係 張惠妹 是 恭喜答對 好 一定跟大家有關 一定跟狀態有關 原來這邊也是滿緊張的 對啊 就很想要 三十七秒 很快 好帥喔 很快 下面的百分 百分位是四十四 三七秒四四 寫 好 來 第二組請出列 好了 看好 計時開始 是男生嗎 是 是歌手嗎 不是 是主持人嗎 是 是年紀大的嗎 是 是 名字是三個字嗎 是 是 在現場嗎 不是 不是 最近有新聞事件嗎 算是 還沒不知道耶 在 在東森嗎 是 是 是徐乃玲嗎 對 好 好緊張的時間 四十秒 四十秒一四 這輸了 目前你們是第一 來 請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不要放 不要放 沒得選了 就他 來 準備 計時開始 他是男生嗎 是 他是歌手嗎 不是 他是主持人嗎 不是 主持人 他是演員 是 賀金翔嗎 不是 你還沒問幾個字耶 他 他三個字嗎 不是 那他演 他是新生代的嗎 算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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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演員 他是在台灣發展 不是 在大陸 不是 香港 不是 演員在 快到了 在啊 在國家在猜 美國 不是 日本 不是 韓國 是 男生 是 男生演員 唱他 唱他 呃 世紀婚禮 啊 我不知道這邊 那是誰 那個 孫逸甄的老公 我真的不知道耶 孫逸甄的老公耶 我 愛的迫降 愛的迫降 挫兵 玄冰啦 玄冰 你超過一分半 我剛剛 不是 我剛好不知道 他怎麼會是新生代啊 我真的知道 我們兩個都不是 太說了 有過去 有過去 玄冰演了 十幾二十年來的新生代 我剛剛想到 但是我那個名字 實在是跳不出來 對 好啦 這時間最短的 就你們啦 好 你們太棒了 決定了 來 六人康康這一組 來 決定答題順序 我做第一個 好 好 你們做第一 第二呢 我覺得 女生比較上鏡頭 女生比較上鏡頭 沒有 我就說鏡頭 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女生做中間 是不是 也不要讓他們在最後嘛 對不對 也就這樣 然後我們禮讓一下 這樣 對 沒關係 身世風度 盲進度新攻略 機會在 三個回合 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答題英雄 而在命運區則是決定你們的獎金數 可是我們最後只有一組贏家 請開夢幻大門 在這句當中要送給大家的禮物呢 包括了 無限吸塵器 還有機能背包組 以及質感沙發組 十萬大獎不得了 是運動紓壓儀 二十萬大獎是家庭劇院組 希望今天大家能夠把大獎給帶回家啦 誘人準備 第一回合三分鐘 請加油 好 準備倒數 請助理 恐怖片讓人難受 卻又忍不住想看 根據良性自虐理論 這是因為人類的哪一種認知 會讓興奮感取代恐懼 A 確定情節不會發生 B 確定有人比自己慘 確定有人 B 我的答案是B B 準 準 準 這兩個都有可能 你怎麼猜B 因為我覺得 去看恐怖片我自己啦 我就會覺得後面有一些情節 其實我都猜得到 所以我的興奮感不是來自於情節 好像是因為 就是知道她等一下可能會很慘之類的 希望你是對的 來 接腳 這很有趣的 就像是我們為什麼會喜歡吃辣 或者是聽一些悲歌 或者是看恐怖片 好像都是在剿虐 或者是有一種痛病快樂子的感覺 但事實上當你做這些事情 你都知道這些事情 它不會對你造成非常可怕的傷害 所以你就可以從中的 得到一種興奮感跟樂趣感 特別是我們當看恐怖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鬼精要出來了 或是那個人已經被虐到谷底了 然後一戲之間 終於又這樣柳暗花明的那個時候 你就會覺得如釋重負 那一種舒服的感覺 就會特別的暢快 對不起 大家力前轉移 曾仲威準備 來 請助理 有些會在電影院 螢幕下方看到一排 類似停車場冷檔的東西 請問它的用途是什麼 A 防止觀眾觸摸螢幕 B 作為逃生路線的指示 我的答案是B B 手提 輪檔長什麼樣子 其實沒看過 聽說因為進去的時候都很暗 好像根本不會注意到耶 可是它是黑色的耶 輪檔很像是一個 很像三角形的椎是不是 一個突出物 一個突出物 對 一個突出物 對 擋輪子 你在停車的時候不會撞到牆 一擋輪子它會停下來 開拉到那邊的時候 很像就是一個突出物 對 但是電影院通常都是黑色的耶 你黑色要怎麼指示逃生路線 看不到 逃生路線應該會在 應該要有一個 有顏色的亮亮 完了 感情要破裂了 那個命運組的不用太激動 你們要激動的是你們這件手機好不好 還有你們這隊友靈不靈 就這樣子好不好 準備 請介紹 那個輪檔 那個小玩意兒可以防止觸摸螢幕 對 我是對的 如果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就會發現在那螢幕的前方 有那種一個一個的 像輪檔的東西 那事實上就是要避免 人家跑到這個螢幕的前面 可能會去觸摸螢幕 因為在2021年的時候 大陸就發生兩起這樣的例子 有小孩子跑去拍打它的螢幕 甚至還用腳去踢 那因為它是那種高反射的銀織布 所以那些螢幕其實非常的貴 那種比較小的廳 大概200人做的那種廳 一個螢幕如果毀損的話 大概也要台幣十萬以上 那如果是那種 IMAX的大廳的話 它就要上百萬 所以其實它是要避免 大家去誤觸螢幕 達立拳右轉 你們在過站不停 漂亮 我們在過站不停 高鐵 高鐵 徐家的希望 自打車沒問題的 把它擋下來 可以 請 主題 B 戲劇作品 我的答案是B B 主題 怎麼猜的 因為剛剛前面兩題答案都是 A嘛 這題答案應該是B What 選B的原因是因為前面兩題都是A 所以 就是一個出題的一個概念 我指望你說一點說法 我猜 我也是 肌律學 肌律學 概率 是吧 這樣子一個悲傷的情緒 跟繪畫有關 還是戲劇作品有關 請 介紹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在1798年的時候 由劇作家寫了一部劇 叫做藍色魔鬼Blue Devils 那後來藍調音樂 他的起源就是來自於 這個劇作Blue Devils 代表是一些比較悲傷 憂鬱 悲憤的情緒 那包含了有一些酒精的 戒斷症狀 也都會用Blue的這種概念來做 那所以後來這個藍調之父 漢迪他也才用這個起源 來作為他音樂的發想 命運獎金書請公布 一百跟一萬 這兩個天堂地獄住隔壁 請選擇 他是住在一二還是二三 三四還是四五 我剛剛有想過一個數字 就是信仰的背號是二十二號 二十二 然後我的背號是一號 所以二加二加一就是五 所以我選五 我先選五跟二好了 所以 要按嗎 可以按 你忙你的 你再按 你決定要按哪一個 恭喜一千元 給他安慰的掌聲 差一點 好可憐喔 徐欣陽準備 繼續答題 寫豬下題 在中文會用赤螺絲 形容人說話卡卡的 請問在英文當中 字會怎麼樣形容呢 A 舌頭離家出走 B 半倒舌頭跌倒 我什麼形容 請問在英文中 怎麼怎麼樣形容 我怎麼樣形容 我怎麼樣形容 半倒舌頭 一分四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一分四十秒 A 主題 好難抉擇 你想的是花了三十 快三十秒耶 我有點忘記 英文是怎麼講 吃螺絲 半倒 半倒舌頭跌倒 好像也有可能 請揭曉 好 其實跟舌頭 有關的英文的理語 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像是半倒的英文 叫做Trip Over 那如果是Trip Over Tongue 那代表著你的這個 吃螺絲 講話卡卡得不順 那如果有些人跟你說 Hold Your Tongue 是說叫你閉嘴 不要講話 那有另外一種說法 是Sleep Off The Tongue 那就代表你口誤了 不小心說錯話了 打理選轉移 到目前為止 已經進行了十五分鐘了 我們目前獎金一千元 是 有人 好 起 處理 好 起 處理 實在是之前 不是每個女孩都能夠穿紅鞋 特別是為貴族才能夠追求的實裝 是因為紅色染料的哪一種特性 A 取得不易價格高 B 易退色 易吞色 太患率高 1分15秒 我的答案是B B 必順利 怎麼猜的 因為我記得以前 紫色才是取得不易價格高 漂亮喔 然後紅色應該是易吞色 嗯 應該是 漂亮 揭曉 好 其實呢 紅色的鞋子啊 在拜占庭時期就有了 但是呢 在十九世紀之前啊 其實呢 能夠做出紅色的這個天然藥呢 都非常的少 都還沒有辦法用人工的方式做出來 因此呢 其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他還曾經覺得說 這君權神獸啊 只有呢 國王這麼尊貴的人才能夠穿紅鞋 但是到後來 其實紅鞋呢 就引申出一些比較禁忌的意味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 童話故事裡頭的紅五鞋 它就是一雙可怕的鞋子 或者是最近 華燈初上裡頭的這個 死者身上穿了一雙紅鞋 所以呢 或者是像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以前新一人妻裡面 也是穿著紅鞋 都代表一些比較不好的含義 宗威傑 好的 趕緊了 請出下一題 EMOJI也會有性別解讀的差異喔 請問女性對於哪一個 表情符號的解讀 會比男性更負面 A 沒有眉毛略驚訝 B 脫下巴思考 我的答案是B B說你 B 眉毛 它沒有耶 然後又驚訝 這個感覺就變不負面 對啊 女生解讀脫下巴思考比較負面 因為思考你的思緒 可能就會非常的混亂 那裡面就有正面跟負面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比較解讀 像負面這邊 我脫下巴思考這個圖 送給男生 要送給女生 女生會覺得比較負面 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驚訝就是驚訝 好像比較不會有什麼負面的解讀 但是思考你比較可以解讀成 是不是他在想負面的事情 為難什麼 對 對不對 來 揭曉 好漂亮 果然耶 對 嘉玲姐 該妳了 加油 換我脫下巴 我們到現在沒有拍照 沒有任何壓力 因為現在最多獎金 也不過一千塊 最多只有一千塊 隔壁 所以很容易超 我是說很容易超越她的意思 好 來 命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不能提示 去想想為什麼我不能提示 因為她很容易被辨認 這話有道理嗎 感覺上就是 就是會想要一馬當仙 就會選一嘛 很容易 恭喜 一萬元 好厲害 你愛你 好厲害 請繼續加油 一分鐘 來 起足 下一題 研究發現 上傳哪一種類型的自拍照 反而會使按讚數變低 A 有用濾鏡的 B 有奢侈品的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妳是說大家普遍都有 排富的現象 不是 現在誰拍照不用濾鏡 現在大家都用濾鏡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相較之下應該是奢侈品 用濾鏡的人多 對啊 有奢侈品 奢侈品的人不多 而且不討喜 我覺得是A 你嘉玲呢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有奢侈品的按讚數會變低喔 真的嗎 來 接著 希望你是對的囉 徐欣揚 妳四號人物 沒有 這裡給我查就好了 妳四號人物 就當妳套用濾鏡的時候呢 就會讓妳 讓人家覺得妳比較失真的一些 所以比起其實妳用真實的 這個狀態來拍照的時候 大家會更傾向 會去按最真實的 那一種效果的照片喔 那倒是有一些照片呢 也是容易會得到 比較高的按讚數的 比如說裡頭有奢侈品 那其實呢 雖然大家會覺得炫富不開心 但是呢 妳會又會覺得說 它有這個東西耶 妳會忍不住想要點一個讚 或者是對於健康表達了一點 就是妳對健康的重視 比如說妳拍數妳在運動啊 在健身的照片啊 讚數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或者是呢 妳穿上妳的制服 展現出專業程度 這種工作罩 大家也比較喜歡 徐欣揚 準備好 請助理 二百五指形式鱸芒 帶有點傻氣的人 源自於政革時代 請問當初這個數字 是用來指什麼 A 金錢的數量 B 貨品的重量 我的答案是 B 准硬 B 准硬 我剛剛有沒有想要選A 但是沒有那麼確定的話 那就選一個更不確定 就是相反 到底這數字一開始用來指什麼 介意這張 是不是貨品的重量 請舉得可以喔 這個人赫赫有名叫做蘇晴 那蘇晴在這個戰國時期 他配六國相義 因為他主張其他六國 應該要聯合抗秦 那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親手對他恨得牙癢癢 結果沒想到蘇晴居然是在 齊國被人給暗殺了 那齊國的國軍當然就很傷心 那本來六國是有機會可以聯手抗秦 把秦國給滅掉的 所以秦朝的國軍 這個齊國國軍他就想要裝作 他其實不喜歡蘇晴 他就發了一個懸賞令就說 太好了 其實蘇晴這個人是個大內奸 我希望我懸賞千金 只要是殺了蘇晴的人 我就給他千金 結果沒想到來了四個人 都說是自己殺了蘇晴 所以齊國國主就說 好 那就把這四個人 通過抓起來殺掉 那這四個人說懸賞千金 他們四個這個一千金除以四 就是二百五 這四個人簡直就是二百五 形勢非常的魯莽 可惜 材力很轉移 二十八秒 十四秒就有可能兩題 加油 誘人 好 你們現在還是零 我要換 換 請 可以 一對可以換兩次 來 換 好 可以 康康準備 請助理 美國分析研究發現 當人們在聽搖滾樂的時候 容易會想到什麼東西 A 遺憾的往事 B 受傷的動物 B 鎖定 你是猜的嗎 沒有 我是分析的 漂亮 來 快告訴我 沒有 對 搖滾樂那個時候 其實是一個宣洩的年代 它很需要宣洩 所以我覺得是很動物性的 然後他們需要找到一個 新的方向 實在新的方向 長年輕人的一種抒發 然後所以 在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 對於受傷的小動物 都會付出很多的愛心 那我連結在一起了 對 我的年輕 和受傷的動物這件事情 有點像 講得好像真的 你可以再換回去 李信陽同學 聽到沒有 用掰都可以掰成這樣 老實問他 比你說A A B A A 比那個好 你知道意思嗎 這比酸酸也該B了 不是啊 他幾天非常好啊 可以 對不對 請介紹 同時來 好 美國家序大使他們的一個分析 就發現其實搖滾樂 它有很多的音律的部分 聽起來就很像 動物之間在互相警示同伴 或者是受傷的時候的鳴叫聲 那其實人類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 一個文明的社會 但是我們基因當中 還是刻劃著古老的時候的 那一種 的那一種記憶在 所以其實你在聽到搖滾樂的時候 就會喚醒你的內心裡頭 那一種野性的呼喚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一百跟一萬就是鄰居 請選擇 好 難了 想選二號 一千元 好 不算了 不是 15秒而已喔 請出最低 超人說話時習慣會雙魚夾雜 研究發現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A大腦功能比較強 B思緒比較分散 B B B鎖定 為什麼不踩說大腦功能比較強的 因為我 不太喜歡那種人 所以我會覺得 他不應該大腦功能比較強這樣 我有常常遇到 遇到的朋友就比較是那樣啦 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所有這樣的 明天早上 可能你可以給我一個電話號碼 不是 沒有 我是說我遇到的朋友 就會有這種 You know 然後就講中文了 然後我說I know 我知道啊 就是 我會對於這種人 會稍微的有一種 所以你不認為他的大腦功能強 對 應該說我不想承認他大腦功能強 來 請揭曉 來 請揭曉 私訊比較分散 好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 有一些人講話就會說 我們先來go through一下 這個今天的agenda 或者是說 注意喔 明天就是J-Line囉 聽到他硬要講雙語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像大人的衝動 但事實上就是這些人 他的左前念夜的大腦的這部分 是比較發達的 所以他可以一次去同時 去整理一下這個雙語上面的資訊 那所以這其實也是 他的一種大腦上面的表現 好了 獎金三組都開張了 有兩組 誘人康剛 以及徐新陽跟徐摩俊 這個徐氏兄弟 都是一千元 曾仲威跟李嘉玲這一組 美女主播組 一萬元暫時領先 有沒有換人 好 有 因為一組可以換兩次啊 好 這樣換算換 待會兒再換回來 再換算換 答題權轉移到曾仲威身上 全明星空略模範時間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兩分鐘答題時間 準備 請出力 玩手遊的時候 若有抽卡的機會 最期待能夠抽到SSR 超稀有的等級 請問這個分級是源自於哪一部卡通 A 遊戲王 B 庫洛魔法使 我的答案是A A 主定 對 我還捨得很難找 印象中也是遊戲王耶 因為庫洛魔法使好像是什麼 單純是 他是去抓那個什麼封 然後就把它封印成卡 抓卡牌 抓啦 應該說等級 因為遊戲王好像是有分等級 什麼親眼白龍最厲害 對不對 你這樣玩 你真的有在玩 跟你講出來我就要聊起來了 怎樣 親眼白龍最厲害 親眼白龍 真親眼白龍 遊戲王嗎 來 請接腳 好 你好 我是親眼 運運獎金數看一下 沒有變 還是一百到一萬的組合 請選擇 剛剛前面是 第一次的時候是不能還是無法 忘記 我不能再說太多了 我不能讓徐姓家認為我獨厚於你 你來個 恭喜一萬元 哇 好帥 太會猜 哇 太好了 太強了 我要揪你去買樂透了 對啊 哇 曾正輝請繼續 這是真的買樂透 好 準備 請出 下一題 學者研究 零零七生死交戰之前的 二十四部零零七電影 發現龐德平均 只要跟女人見面幾次 他就能夠達成成功 A 2.3次 B 3.7次 我的答案是B B 順利 通常他第一次見面不會有 第二次見面就會有感覺 好像通常第一次見面 都會有一點敵對的狀態 第一次弄 而且通常不爽對方 對 所以我覺得3.7滿好的 他通常都拍第四次 第五次 甚至於說到節目的最後 到戲的最後才發現他們 就不停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他一集不只跟一個 冷靜 那比較少 那比較少見 通常都是一個 通常 通常 請介紹 好快 那麼久 可以看到了 目前的零零七有二十四部電影 然後裡頭他跟五十八個女生 都發生過關係 那其實這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還分不同階段 像是以前Pierce 布納斯南的時期 那個時候他通常 大概只要跟一個女生 見面個大概二點三次左右 大概講七八句台詞 他們就從搭戰 就會進入到臥房去 然後就會搭成成功 可是到了丹尼爾克雷格時期 其實他的時間 變得要耗比較久 他大概會跟一個女生講 三十七句台詞以上 才有機會可以跟他 有進一步的接觸 不過這些007頭的龐德女郎 其實好像也不用太開心 因為二十四部裡頭 五十八個女生 有三成都死於非命 所以看得出來 跟007沾上關係 實在挺危險的 下一位 徐模具 請助理 韓國女團表演的 常常會穿高腰褲 就算穿短板上衣 也只會露出一小截的腰線 請問原因是什麼呢 避免蹲下的時候有墜肉 B 避免過度煽情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他們一個比一個煽情 他們有在乎這個嗎 因為我記得之前就常常看到 什麼韓國女團 然後被黃 就是被粉絲講說 穿得太露什麼的 對 所以就是到處都在露啊 然後他們好像就會做一些 就是改變這樣 危險地這樣 性感中又有一點安全 以為要看到 但其實看不到 對 性感中有點安全 對 那好像有報導 來 請接腳 漂亮 好 在2000年的時候呢 其實韓國的三大電視台啊 就會對他們做舞台服裝的審核 那到了2010年呢 這曾經就有女團成員呢 是有把這個商業撩起來 露了肚臍之後呢 居然就被嚴格地審查了 所以後來他們其實就有一些 不成文的規定啦 就是基本上呢 他們雖然會看起來 非常的Sexy 好像在這個尺度的邊緣游走 但事實上呢 他們不能夠露胸 還有不能夠露肚臍 以及有一些規定 就是像是他們不能夠 趴在這個地板上 做出一些比較山形的動作啊 或者是摸一些特定 比較容易會讓人家 引人遐想的部位 甚至呢 是他們在做這些舞蹈動作的時候 不能夠有打開衣服的動作 所以他們有一些服裝喔 如果真的不小心露肚臍的時候 他們甚至還會拿 角色的膠帶把肚臍貼起來 不要讓大家看到 那是怕感冒嗎 怕來風灌進去 不然露肚臍 文章 命運獎金數請公佈 一百到一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這五塊圈了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一下 你選那個三號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機率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我看到這三號 好像被人按過比較多次 然後可能他想叫我按他 然後我就按 三千元 還真正元 不錯啦 不錯 可以啦 那準備 起座 下一題 打暴零雄如果出現了 連續三次拳導 我們就會說火雞 請問這個由來是因為什麼呢 A 打出的人就叫火雞 B 打出就能夠拿到火雞 我覺得我的答案應該是B 打出的人這個人叫火雞 很荒謬喔對不對 因為太... 我覺得打出我也打過火雞 對啊 那我又不叫火雞 你有拿到火雞嗎 沒有 那怎麼選B咧 比較有可能 因為我就不叫火雞 太誘人了 應該是以前的 請揭曉 以物是不是 對 太誘人了 好 漂亮喔 漂亮喔 其實保零球的歷史 比想像中更久遠喔 因為在古埃及時期 他們的陵母裡面呢 就曾經發現過保零球喔 那其實呢 在這個中世紀的歐洲啊 那個時候啊 他們在節慶啊 特殊節日的時候呢 才會一起打保零球的住信 那如果你要連續打三次拳導 真的很困難 很少人可以做到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們就曾經在感恩節的時候啊 玩保零球 就有人可以三次拳導 就送他一支火雞 所以我們才會稱三個拳導 這樣的一個舉動呢 叫做Turkey 來 請秀出命運獎金術 你稍微思考一下 這樣會不一樣 請選擇 真的 抽到大獎的感覺 是很爽的 冷靜想想 不能提示的原因是什麼 不會 不能提示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又是三呢 不會 三 比三更好的是四 這一次是兩個零的意思 一百 一百分 一百分 不是那一分 繼續加油 四拳一 14秒一提有四提的機會 OK 準備 請出 下一題 請出 認吃水餃一定要搭配酸辣糖 請問最初這樣搭配的原因是什麼 A 煮餃子的水直接煮湯 B 餃子剩的料丟進湯裡 我的答案是A A 手提 那個餃子如果那麵粉是不錯的話 那個湯來煮 那個水來煮湯非常好 極有營養 對 接一 接腳 4 把它記起來好棒 好棒 有喔 有喔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賣水餃店 一定都會搭配賣酸辣湯的 因為它其實是北方人吃餃子的習慣 都喜歡原湯化原食 所以在煮完水餃之後 這個湯通常會有一點濃稠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煮一些勾芡類的湯品 是最適合的 那在過去他們就煮了酸辣湯 這味道是非常的濃稠 而且胃厚 所以非常的適合 在吃餃子之後再來搭配應用 命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漂亮 她就是有本事把 一百找出來 你們 恭喜一百再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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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得好 應該來演我們的戲啊 豬隊友很適合啊 對啊 真的很適合 你們答得好辛苦喔 不要沮喪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沒有 徐某君記取 四十秒 很厲害 我要再 我一百分 我要再打 我要再打一百幾次 要再打一百幾次 一百 來 請出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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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天荒指前所未有的事情 第一次發生 請問最早的這個天荒指的是什麼 A 從未出現人才之地 B 從沒被提醒的小景 天荒應該是A 我答案是A 所以 從未出現人才之地 你怎麼猜 因為我想說 以前 就是可能以前讀一些典故什麼的 好像都是因為 好像講到說天荒什麼地方 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一個 可能比較有名的人啊 或者是什麼人出現過 所以他們完全就不太曉得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這樣 來 請揭曉 你剛剛一次答對我有壓力 你那一個一百塊 再來一次真的很厲害 對 要告訴大家天荒的典故啊 其實呢 在唐朝的時候啊 當時呢 假如在地方的局限 他們會統一呢 把他們送到金師 去考禁士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是在這個 每一次送過去的路途當中 你就發現 一個荊州這個地方啊 四五十年來喔 從來沒有任何舉人呢 能夠成功極地 就覺得這個地方 到底是有多慘 到底是多混沌未開之地 所以因此呢 就稱荊州為天荒 沒有想到在四五十年之後呢 終於有一位流星舉人 他終於中舉了 所以呢 他的這個舉動 就被大家稱之為破天荒 命運獎金數 一百個一萬就住在隔壁 請選擇 是 好不妙對不對 你有住過 行天公地下室地下票嗎 對啊 我創造紀錄 妙不妙 太可怕了 恭喜一百元 真的 對 他是簽的是他吧 真的 連三 你也拿到火雞囉 拿火雞 對 對 滿好吃的 二十三秒準備倒數 請出賽題 地瓜是緊肥者 搭配瘦身的超級食物 請問哪一種方式 能夠縮短烤地瓜的時間 A 進水後再烘烤 B 冷凍後再烘烤 B 鎖定 12秒 所以 B 有機會 有機會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就是 因為以前我在國外 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他們就喜歡把那個 那個東西給 就是什麼東西都冰在冰庫裡面 冰在冰箱這樣 對 然後我其實 比較少看到他們 就是用 用水去 他們在料理 做任何 食物的時候 很少去泡水 對 我是以這樣的一個 OK 去想 對不對 來 接腳 沒錯 當這個地瓜 經過了冷凍之後 裡頭的水分子會膨脹 所以它的纖維會被破壞掉 因此在烘烤的時間 就可以變得比較短一點 同時 它也會吃起來更加的鬆軟 那提醒大家 也不要冰太久 所以其實45分鐘 算是比較恰當的一個時間 在烤的時候 你在外面 可以裹一層錫波紙 是避免它會因此烤焦了 請公布命運獎金數 不能提示 請選擇 看得到多少 你認為 我認為在2 就差一個0 恭喜 出波了 出波了 請出最後一題 QR Cord的發明 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了許多的便利 情中Q是指Quick 那請問R是指什麼呢 F Request要求 B Response 回應 B 回應 Response 回應好像比較合理 應該是 回應 我只要一掃它把它回應我 對 QR Cord 好 來 計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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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 命運獎金數 請選擇 選明星運動會 恭喜 一位可 對 出波了 出波了 三題跳 一圈一圈 破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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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破天荒 破天荒 在他拿到火機之後 沒錯 他破天荒了 軟機比較慢一點 好了 三組的累積獎金報告一下 佑仁跟康康這一組 這一個階段沒有辦法表現 曾正威呢 跟佳玲姐這邊兩萬元 真的是很厲害 原本養尊處優的 現在 不好意思 徐謀俊跟著這個徐欣揚 一萬五千三百元 馬上就追上來了 你們要小心了 OK 達地拳還在徐謀俊身上 最後一回合 一分鐘 請出題 小雙威呢的原型 是一隻真實被收養的母黑熊 請問當初他為何會被取名 叫做維尼呢 A 收養人家鄉名稱 B 收養人媽媽的名字 A 所以 不假思索是為什麼 我小時候其實 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小熊維尼 所以你有研究過他的 他的來龍去脈 就是有大概看過他的一些 報道 就是故事這樣子 可是很小的時候看的 沒有很熟悉 但我的印象就是 應該是他家鄉的名稱 請揭曉 維尼是家鄉的名字 還是媽媽的名字 恭喜答對 命運獎金數 請選擇 兩千到兩萬有歸零 恭喜兩萬有 恭喜兩萬有 真的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繼續加油 請出 下一題 冷滿凳子不受重視被冷落 也常會用在運動賽事當中 請問他最早是指誰的座位 A 飛平 B 官員 B 鎖定 不假思索是 你又剛好知道了 因為那個嘛 最近錄陳明勳弄會 然後 該官員什麼事 不是 我記得沒錯 好像就是 就是 人板凳好像 好像是在說官員吧 我的印象是這樣 請揭曉 龍板凳最早是指的 官員的座位嗎 恭喜 這個座龍板凳的人 到底是誰呢 就是明朝的全臣嚴嵩 他當時就是座位做福 做了很多的壞事 大概在這個朝野之間 曾經一度有二十年 非常風雲的日子 但是後來他被抓到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想要 找自己的孫女婿求情 他就到了這個孫女婿家去拜訪 坐在這個外面的板凳上 人家也沒有請他進去好好做 在裡頭等了很久 好幾個時辰的時間 就沒有人出來接見他 那後來當然 這也就是孫女婿想要跟他 劃清界限就不幫忙嘛 所以因此就稱了 嚴嵩做過的這個板凳 叫做龍板凳 命運獎金術 請選擇 有歸零 好 恭喜 兩位 恭喜 恭喜 對 再數一下 這題答錯 這題答錯 對 我這題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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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加油 請出倒數第二題 請問高學家在測定 人類膚色時 主要觀察的部位是哪裡 A 四肢掌心 B 上臂內測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你這題其實可以想得很快的耶 因為我想掌心大家都是白 都差不多顏色 沒有 掌心會跟末梢神經有關 所以有人的膚色 手是白的或紅的 或根據溫度會有所變化 掌心是最多顏色變化的 但這一邊曬不到太陽 沒有人這樣走路 除非日光浴 我投降了 我覺得 投降 我認為掌心顏色會變 但這邊不會變 我認為啦 我認為 應該是 來 借腳 合理 命運腳筋術 請選擇 你認為1號剛才歸零 所以他不會出現在1號對不對 對 恭喜啦 倩遠 好... 郭忠祐你好... 你比我緊張很多 好 我要探討 正確是哪一個 然後打 醫師建議有為神道逆流困擾的人 不宜在使用什麼東西 以免加重症狀 A 木瓜 B 薄荷 我覺得答案是薄荷 但是我想答 2 1 B B 鎖定 你覺得答案是薄荷 那你就不想答對 你為什麼不選木瓜呢 還是我現在可以改木瓜 當然 不能改 不能改 因為 對啊 薄荷 我也知道逆流淋不能吃薄荷 你知道的 是嗎 不是 我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 就是以前 我有為食道逆流 然後 我個人覺得 比較讓我有印象的 就是吃涼涼的東西 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種 那種的感覺 請揭曉 恭喜答對 怎麼會這樣 刺激了 刺激了 壓力大 最後一案 請公布 命運獎金組 請選擇 四號是 一萬元 總獎金 誘人跟康康 一千元 淡薄名利的從頭帶到尾 仲偉姐跟家庭姐兩萬元 兩尊除優的 徐某俊 徐信陽 六萬七千三百元 恭喜 恭喜獲勝 總有的徐志兄弟 什麼好禮物啊 我們要送給你們的是 送給你們兩位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呢 絕對要記得 運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才能創造獨一無二的命運 今天就是最真實的寫招了 別忘了 周六週晚上九點 請準時鎖定 全民新攻略 拜拜 來 好 謝謝 加油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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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新攻略 魔法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